哈囉,歡迎收看鮭魚局的珠寶3D建模教學頻道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鑽石墜式 這次會示範怎麼做出這種中間一顆主石 旁邊環繞一圈城堡箱裝飾的鑽石墜式 那現在畫面中的模型算是展示用的 我們等一下也會再把作品用和展示用的模型都做過一次 一開始先用Jercraft新增一顆5公0的主石 然後直接用爪子的功能加上相爪 直徑改成1 位置先輸入0然後重新轉45度 調整一下爪子的傾斜 然後再跟主石分開一點 再來選爪子進入編輯模式 把4根爪子的底部切齊,接著拉長一點 接著要在爪子木端加上脫座強化結構 這個直接用網格圓來做 新增圓以後把吸附目標改成頂點 拘力壓住Ctrl讓它對齊爪子底部 接著進入編輯模式 1S擠出放大 要放大到碰到爪子才行 全選1L往上擠出 回調一下 再來幫它添加倒角修改器 然後是細分 爪子也一樣的方式處理 OK,主石先到這邊 接著新增2公里的鑽石來做外圍的承寶箱 位置抓好以後用Geocraft做放射 那因為爪子是4根 所以小鑽最好是4的倍數 這樣爪子才會定位在石頭的接縫 接著再把小鑽往下降 小鑽的高度就配合爪子調整 定位在小鑽跟爪子有碰到一點點的位置就可以了 再來新增一個網格園做承寶箱的箱座 再來新增一個網格園做承寶箱的箱座 先細分然後直接放大 目測跟小鑽留個0.1公里的間距就可以了 然後在編輯模式ES擠出 一樣留個0.1公里的間隔 接著全選確認吸附目標是頂點 居力壓住Ctrl跟小鑽桌面對齊 居力往下擠出厚度 擠出-2.3 因為是負項擠出記得Shift-N重算法線方向 用loopcut增加分段 接著用圓柱做出橫向的挖勾器 0點直接用128 對齊式圖 調整位置 調整位置 調整形狀 調整形狀 複製作出的2S要用來做出芬丁的勾槽 一樣調整形狀 位置放在腰圍以上 在物體模式轉360除以24 因為要放在石頭中間 所以是轉24度 然後因為相做內圈比外圈小 所以內圈的勾要挖得比較小才行 調整到內外的釘看起來差不多大 在訪問上 遮堅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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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勾器都处理好以后 把它们移到钻石放射本体的Collection 这样它们就会一起被放射出来了 接着选所有的放射Collection Ctrl-A让副本转为真实 然后选一个大的挖勾器 再从选取连接者找到物体资料 Ctrl-J结合成一个物件 小的挖勾器也是一样的做法 再把两个挖勾器移到Collection1 接着选小钻 用GeoCraft把同样大小的小钻都选起来 按N把小钻集中在同一个Collection 然后我们先来做作品用的模型 作品用的话其实只要简单的做出石头的定位点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选取所有的小钻 用GeoCraft加上打动器 取消打动器的Handle和Hole 留下这样的锥体就好 接着一样用选取物体资料的方式选全部的锥体 Ctrl-J结合 然后因为打动器会预设成钻石的子物件 所以我们先把它移到Collection1 以后要用的时候会比较好找 那定位点也不用挖那么深 所以再把它往上提一些 布林插击 作品用的话做到这边就可以了 接着把定位点的布林取消 我们来做展示用的模型 重新选取所有的小钻 打动器也重设一次 不过这次只要取消Handle就好 下面要让它打穿 一样把打动器结合成一个物件 布林插击 中间凹槽的部分 我比较喜欢直接在物件上做 哦 刚刚的loopcut没切好 再补切几条 然后我们选中间的三条loop 一粒往下挤出凹槽 接着叫出隐藏的两个挖勾器 检查一下位置 再来把侧面的勾槽也挖出来 没有布林成功不用紧张 先把解算器改成快速看看 改完可以正常布林的话 就继续接着操作 这样城堡箱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着帮他加上坠头 那这个坠头是从教学48复制过来改的 请执行复习 接着要帮他接一个小跳圈 直接新增一个环体 然后为了避免陷阱太小 要把最小半径改成0.3 这样就可以很放心的调整位置 和防大跳圈了 主石底部也跟城堡相对齐 材质的部分这次金属用白K金 TC杰拖珍 请不吝侧 在这儿 根宛 互 晃 和 总 你 这次的HDI是这张 那这次为了呈现这种半亮半暗的光照效果 角度调整的比较多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差异 然后比对相乘的力量是1 接着我们看一下钻石的材质 钻石一样用我们自己设定的白钻 不过这次的钻石设定要改一点东西 原本我们这边的IOR是设定成2.45 可是这样由上往下看的时候会太白反而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这次把IOR改成5 让钻石能看得更清楚 另外为了增加火彩 我把绿色部分的IOR改成了2.46 最后主石的部分要再独立一个钻石材质 因为IOR5的话主石看起来分量感不够 所以主石的IOR我们改成4 这样主石的效果会更好 接着来看算会的结果 OK算会的结果还不错 大家一起跟着影片把承宝箱的元素夹进作品中吧 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 如果觉得Belinda很棒的话 可以订阅Belinda Cloud 既支持Belinda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资源 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教学再见 拜拜